热巴的弟弟,杨颖的弟弟,赵地颖的弟弟,都败给了他的弟弟,迪丽热巴长相高突有形,长得身高又高,然后对表演极其有天赋,让网友们吃惊的是,迪丽热巴的弟弟,与迪丽热巴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, 如果是戴上假发的话,肯定就像双胞胎一样,热巴的弟弟,杨颖的弟弟,赵地颖的弟弟,都败给了他的弟弟,baby的弟弟名字叫做杨凡,baby小七岁,但是这七年的差距并没有给他们两个造成太大的代沟,baby也是非常宠爱他的弟弟,baby平常和他的弟弟在一块的时候也是非常亲密的,姐弟两个关系特别的好, 让粉丝们羡慕的不得了,最怕的弟弟,杨颖的弟弟,赵丽颖的弟弟,都败给了他的弟弟,赵丽颖的弟弟叫做赵建峰,赵丽颖从小出生在农村,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,熟金成名的赵丽颖对弟弟也是特别的关心,而且还给给弟弟买房买车,当时弟弟结婚的现场,赵丽颖还还心疼的流泪了, 他比他弟弟都感动,很多网友说,好羡慕赵丽颖,他弟弟有个这样的好姐姐,热巴的弟弟,杨颖的弟弟,赵丽颖的弟弟,都败给了他的弟弟,张新宇的弟弟颜值也很高,之前他在家,在微博上发出他和他弟弟的合照,大家一看,鸭是个超帅气的男孩,姐们两个遗传父母最好的基因, 两个人的脸长得特别精致,实在是让人佩服,热巴的弟弟,杨颖的弟弟,赵丽颖的弟弟,都败给了他的弟弟,范彬彬其实也有一个弟弟,今年已经17岁了,他的名字叫做范澄澄,身高在190公分,他长得竟然是一个单眼皮,外形长得特别像韩国的小鲜肉,其实有着一个巨星姐姐,范澄澄自己也很努力, 让粉丝能够肯定,参加真人实景节目,偶像实习生人气也是爆棚啊,还是第三名的好成绩,并正式出道,很多网友都评论,虽然其他明星的弟弟都多才多艺,但是相比起范爷的弟弟来还是差得比较远,还是范爷的弟弟最牛。